嗨,早上好,同学们,今天我们来上华文课 华文课本,我们翻开第24页 24页 我们一起读 早安 早安 午安 午安 晚安 晚安 我们来看第一个早安 早安是早上起床 第一件是看到爸爸妈妈,我们早上要说早安 来到学校跟老师说早安 第二个是午安 午安是在12点到1点到2点之间是午安 第三个是晚安 这个已经是到了晚上了,我们可以上船睡觉之前跟爸爸妈妈说晚安 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是说早安 然后到了下午就是午安 好,我们再读多一次 早安 早安 午安 午安 晚安 晚安 好,我们下午安 好,我们课本读好了 我们拿出华文作业 华文作业,我们翻开第24页 24页 24页 我们一起来看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应该说什么 把正确的答案 涂上颜色 涂上颜色 好,我们来看小朋友应该说什么 同学们,你们看第一张图 这个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要睡觉了 这个已经是晚上了 所以这个小男孩要跟爸爸说什么 早安 还是晚安 答案是 晚安 好,你们可以拿出你们颜色笔 把晚安涂上颜色 好,涂上颜色好了 我们看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是 有太阳 但是我们要看那个时间 这个时间是在一点 一点的时候我们要说什么 午安还是晚安 所以答案是 午安 我们把午安 彩上颜色 我们彩好了 我们来看下面的句子 妈妈正在准备早餐 你应该对她说什么 圈出正确的答案 妈妈准备早餐 我们应该要说什么 A 晚安 B 午安 C 早安 我们早上应该要说什么呢 因为妈妈准备的是早餐 我们要说 我们要说早安 所以我们把C圈起来 圈好了 我们来写早的笔顺 儿子 竖 肃 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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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写五的笔顺 五 撇 我们来算一下 早有几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早有六话 我们来数算五有几话 一 二 三 四 五有四话 好,我要问作业写好了 你们可以拿出复印纸 翻开第六页 第六页 我们来看 谁说的问候语不正确 在格子里面画差 我们来看哪一个是不正确 第一个 这个男生说早安 是对的吗 外面黑黑的 天空是黑的 然后有月亮出来 我们可以说早安吗 不对 所以这个是不正确的 到了晚上我们要说晚安 好,我们来看这一个 这个小女生不小心碰到她了 她说 对不起 所以是正确的吗 是的 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不用画差 我们看第三个图 这个小女生对老师说对不起 这个小女生是什么 这个小女生应该要说早安 所以这一题是不对的 我们画差 好,下一个 这个是太阳要下山了 所以她说的是早安 这是正确的吗 太阳要下山了 我们应该说五安 所以这一题是不对的 我们画差 我们做好上面之后 我们就写早安 竖 横折 横 横 横 竖 点 点 横 勾 撇 点 撇 横 好,同学们 接下来这些字 你们要自己写了 好的,同学们 今天我们的华文课 就到这里了 你们要做功课哦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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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国桑